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祂的恩典是那样的丰富 你是蒙恩的人吗 你知道主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救恩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蒙的恩 那我们会怎么样回应祂呢 你愿不愿意更多的愿意把自己摆上 来服侍祂来跟随祂呢 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二十二节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耶稣把她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她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那今天的这个经文所描述的 仍然是耶稣在登山保训之后 他在加利利地区的这些服侍 那我们一看到一开始他就说 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 彼得是他所呼召的第一批的门徒 他在彼得的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 给他有很多实际的教导 然后也跟他一同的生活 所以耶稣也到了这个彼得的岳母的家里面 那当时候刚好彼得的岳母生了病 他这边所说的是热病 就是应该是高烧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耶稣看到这样的需要 那并没有人把这样的需要提出来 这里并没有看见 但是也许彼得有邀请耶稣回去 就是为了这个需要也说不定 但是不管如何 耶稣就主动的立即的来帮助彼得的岳母 他就把这个岳母 他彼得岳母的手一摸 热了就退了 那很美的我们在这边看到 彼得的岳母一得一致 第一个回应就是起来服侍耶稣 他就好了 他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恢复疗养的过程 他也不是要好了以后就做别的事情 他立刻就起来服侍耶稣 因为他也是主人 他也乐意的来侍奉 他不但是服侍耶稣 我们看到后面到了晚上 就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人 他还有一些患病的人 就来到了耶稣跟前 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那边就知道 这里其实就是在彼得岳母的家门口 就好像成了一个医院一样 所有的人需要的人通通都带到那边来 所以你看到彼得岳母一得到医治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也服侍需要的人 因为你可以想见这么多的人在那边 那耶稣医治他们 旁边要有帮手的 所以这个家庭就成为一个能够去服侍人 接待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蒙恩 是不是我们就愿意起来服侍呢 我们看到我们就是回应主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满有权柄荣耀能力的主 他用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 他也能够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耶稣有这么大的权能 可是在这边马太特别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以赛亚书53章那边所说的 因他所受的边伤我们的医治 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 所以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因为他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 他在整个他的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是用他自己来承担这一切 他受到鞭伤受到刑罚 他被钉死 都是为着要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蒙的恩不是一般的恩 而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换来的十家恩典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恩典何等的大 那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像彼得愿文那样起来服侍 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可以接待人 可以使人得医治的地方 我们愿不愿意参与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是也是去使人也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 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黑暗的权势 并得着医治 这是我们的挑战 耶稣在彼得岳母家里面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之后呢 那你可以想见这许许多多有病的被鬼附的有需要的都要来找他 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18节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我们看到他并不是这个喜欢好像被群众来拥戴 或者是好像他就是很盼望能够很有人气 然后得到很多很多的名声 不是的 在他侍奉的初期他反而保持低调 因为他真正的使命不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就远离了人群 那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把那些真心要跟随他的 还有那些只是为了需要而来的稍微做一些的区隔 所以我们接着就看到他挑战那些真正要跟随他做他门徒的 他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我想这个文士原本可能是敌对的 但是他看到耶稣的权柄看到耶稣所行的 他愿意来跟随耶稣是好事 所以他说不管去哪里都要跟从 可是他可能没有真正明白这个跟随耶稣的代价 他以为就是跟着耶稣到处到不同的地方去 所谓旅行步道 然后帮助很多的人也很风光 可是耶稣说 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他想的太乐观太浪漫 事实上跟随主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是没有是居无定所的 是四处漂流的 是没有所谓的这个风衣足食 当然也没有富贵名利的 那还愿意吗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代价 愿不愿意付出 那这是一个做门徒的一个筛选 第二个例子呢 又有一个门徒来对耶稣说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看来这个人已经算是跟随主了 可是他好像有一个请求 就是回去埋葬父亲 这个请求看起来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亲情很重要 而且他可能就是要处理家里的事 之后就要来跟随耶稣 没想到耶稣给他的回应 是好像很严厉的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这个话乍看之下很不尽情理 好像不管他要做什么 你要跟谁 你不应该去做那些俗事 实际上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过世24小时之内 就要完成这个安葬 后面当然有一些追悼 所以这个人他的状况 很显然可能是父亲还没有过世 他是用这个做借口说他要回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耶稣就点出他的问题 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是 即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但是耶稣用高标准来要求 因为如果是一个拿谢尔人 或者要做大祭司的 其实是不能够去碰这些过世的人的身体 即或是亲人 所以耶稣说 你要做的门徒 你要用最高的标准 你要完全的放下 全然的跟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门徒的挑战 你愿意跟随主吗 主为我们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 没有任何的要求 是太高的要求 我们一起地图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舍了生命 主要帮助我们 也愿意舍己来跟随你 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好叫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主的门徒 能够来荣耀你的圣灵 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